Dom Dom Hello 歡迎大家來到Coki-chan 因為上一期我們做了一個節目 就是在馬來西亞如何搭乘Grab 然後那個效果雖然真的 沒有很好 但我覺得其實 我們還是需要做一些功能性的東西吧 這一期呢我覺得 就想要做一些像 如何搭乘機場捷運到台北 機場捷運很多故事 像香港機場的捷運跟台灣的 機場捷運是同一年 好像是在1987年吧 同時規劃 然後香港在1997年就見了 所以台灣到2017年才開始運作 兩個差了20年 雙方的政治本來就不一樣 然後就是 台灣政治人物 我們已經很習慣了 所有都是利益 都是利益 我們就不批評政治 因為我們是娛樂性的嘛 我們今天教大家怎麼樣 在桃園機場搭捷運到台北車站 Let's go 如果從機場出來之後呢 就是在機場的 要到簽證的這兩側呢 會有 兩個電信公司 如果你要買什麼 台灣大哥大 中華電信的預付款 如果你是遊客的話 可以來這裡買 它這裡都有配套 或者是通貨電信 三天三百 五天五百 十天 也是五百 十五天八百 那遠傳好像比 遠傳在 就七天八天的那個 所以它是有差別在通貨費 我覺得如果是遊客的話 是比較通貨費的 然後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人有點少 平時呢 這裡遊客是多到出來的 可是我不知道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就是 就是遊客少得有點可憐 我就是會辦理那個 一個叫做 SPEDI的 外國人專用的一個 通行證明 就是你只要一年有三次 進入台灣 你就可以在第三 第四次進來之前 申請這個通貨 這通貨非常非常快 對其實有沒有很快 啊對你們剛剛根本沒有看到對不對 你們根本不知道多快 它就是出示一下那個證 然後往那裡排 它就有一個序號 然後就可以了 我覺得台灣機場一號航向 就是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它只有六個 行李輸送帶 所以能容納的航班也不多 台灣機場就是第一航向你出來之後呢 就很簡單就是往前走 它就會告訴你說 捷運方向 我覺得是蠻簡單的啊 我們要來做工商服的 就是如果呢你在桃園機場 就中正機場 你要到台北的話 正常來講有三種方法 第一種呢就是往這裡走 做這個走路梯下去 就是所謂的客運 台灣叫客運 大陸叫大巴 我以前最常做的就是果光 它現在還是一百二十五塊 好屌 你知道嗎 就是跟我二十年前來台灣的時候 是一模一樣 還是一百二十五塊 你看台灣的經濟多好 另外一種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機場捷運 第三種方法 就是也是往這個門出去 旁邊的檢測 既然大家都來到了就是台灣的話 我覺得可以試一下機場捷運 我認為是比較方便的 還有這裡呢就是 台灣有些地方呢 如果你是遊客的話 你是可以退稅的 退稅的話就在這裡 沒有啊 就在這裡 生飯之後 然後再往這裡走 它就會退休 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然後這裡就會告訴大家說 就是機場捷運 A12站 它還有噴兩種車 一種車是直接到的 就只有幾站而已 另外一種就普通車 就每一站都停 所以如果你要北上 就去台北的話 直達車 最半是 十點 五十八 普通車是十一點 那我們就進來啊 就往這裡走 哎呀 台灣就把捷運跟機場 快線就變成一條線 比較利於草地皮 你們懂 整治人 如果你是遊客的話 我覺得 也不要買單程票 因為這裡有一台機器是單程票 一台是 售卡機 我覺得我蠻建議大家 直接買一張郵遊卡 因為台北的捷運系統跟公交車系統 是非常非常OK的 不確定現在我遊客 剩多少錢 所以我們來充值一下 就是這樣子 加值 然後把它打開這裡 請插入紙鈔 這放入紙鈔 1000塊 加進取消 絕 加值中 加值成功 請取回票卡 對 請加票卡 取回港 交易完成 謝謝 完成 我們就可以走了 就這麼簡單 呦 我們就這樣到台北車站啦 其實我覺得是蠻方便的 你從機航捷運要走到 台北車站的話 要走 十五分鐘左右 厲害吧 所以呢 我通常一般上我是不會搭捷運的 在機場 就是 對於我來講呢 我就會選擇搭計程車 誒 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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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程車是往這裡走嗎 對 上去左轉 哦上去左轉 之前還是有放路標 現在連附列路標都沒有 這個 坐電梯 哦電梯 電梯比較快 人多好 叫做電梯 你看行李多啊你看 其實台灣人就是很熱情 就是很 很有愛 哦 大概就這樣子啦 過來的時候一樣 拿七米的運用卡 一百六十塊 對 從這裡走 走走走走走 啊這就會行 譬如說建車 往左邊走 出來 有個大都會 你就會看到很多人在那邊搭建車啦 然後我覺得 是還蠻方便的 可是 台北的計程車呢 比馬來西亞的貴 比大家大陸的貴 比香港的便宜很多 好啦 又輪到 節目的尾聲啦 其實如果你問我的話 你覺得 呃 桃園機場 捷運到底方不方便的話呢 對於我來講 我覺得從 機場到市區 我覺得是很方便的 拿著出來之後 你一定要打計程車 不知道為什麼它的交通可以 不連結成這樣子 反正這就是台灣嘛 可是我覺得 整條路線 動線 如果你是拿著行李的話 我覺得 到台北車站之後 上了計程車 到你下他的飯店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所以呢 我是蠻推薦 就是你乘搭 桃園機場捷運快線 它其實不是捷運快線 它就是捷運 就叫機場捷運 它根本不是快線 算了 我們不談 真的再也不要談 可是我才有時候 還是忍不住 就是要講一下 這些政治 爛透的 台灣人今天都是這些 珍珠龍牌子 今天這期節目就到這裡 掰掰